永不妥协 晶片也可以称为机体电路或IC 是一种把电路小型化的技术哦 在机体电路晶片的技术发明之前呢 用来运算像是计算机一样的电路系统 是由一颗颗电晶体和各式元件组成的 体积非常庞大呢 幸好在1950年代 美国德州仪器公司的捷克基尔比 和费尔器半导体公司的罗伯诺伊斯 找到了改进制程的方法 两人注意到当时的吸晶体 有着可以制作成电阻器 电容器等电子元件的物理特性 那么何不把大部分的电路元件都改成吸晶体 制作在同一块晶片上呢 这样一来工程师只要事先规划好电路 在制作过程中 就可以把许许多多的元件安排在同一块晶片上 一起制造 不用事后再加工连线 这样的构想和技术和过去装着一大堆元件 体积没办法缩小的离散电路完全不一样 被科学家们称作机体电路 也就是我们熟悉的晶片呢 过去科学家研究晶片 目标多放在把晶片做得更小 塞入更多的电子元件 但是现在有另一个方向咯 科学家们正在研究能让电子产品主动帮人类解决问题的晶片 主动什么意思啊 小飞你想象一下 一个精神不济的驾驶开着车摇摇晃晃的 好危险啊 如果这个时候车子能够感知到驾驶的精神状况 用警示音提醒驾驶 是不是能阻止意外的发生呢 开车的时候 驾驶并没有给汽车任何指令 是汽车自己察觉驾驶的意状做出反应 这就是主动的意思 我再举个例子 现代人追求健康饮食 如果把食物倒进碗盘里 碗盘可以自动侦测 告诉你食物的成分 卡路里 新鲜度 这样不用自己上网查个老半天 是不是很棒呢 这就跟我的梦一模一样耶 我的手环里装的就是这种晶片吗 对啊 这种拥有感知外在环境功能的晶片 叫做感测晶片 有了它 刚刚你想象的 在不久的将来都会实现哦 哇 那感测晶片和其他晶片有什么不一样呢 感测晶片是由感应器 讯号读取电路 运算电路所构成的一种晶片 感应器负责感知生理 环境或动作讯号 这是其中一种感应器 用来感应加速度 当有加速度产生的时候 可以很明显地看到 感应器出现物理量的变化 讯号读取电路呢 则负责将这些微小的变化量 转换及放大 成不同的电压变化 集合不同的感测讯号 经过运算电路处理后 就可以产生实用的资讯 让我们的生活更智慧化 那除了可以测量跑步的速度 感测晶片还能做哪些事呢 它还可以和感测生理的功能结合 替我们的健康把关哦 可以放在水里耶 这是哪一种晶片呢 生意的你要侦测的东西 像血液尿液口水等等的 基本上都是一种水溶液 它需要跟那些水溶液做接触 所以你在整个晶片上 你就需要再多做一些隔绝的措施 为了隔绝水溶液 团队决定试着在感测晶片上 涂上一层防水胶 只留下感测区不涂 好跟水溶液接触 上好胶后 感测晶片还必须烘烤60分钟 上胶烘烤的步骤 要重复三到四次才算完成呢 现在晶片可以防水了 实验应该会成功了吧 前前后后花了快一年的时间 用机体电路晶片技术制作的 深衣感测晶片 这天要进入最后的测试阶段 客服种种问题 团队终于成功检测出水溶液的酸碱值了 这就是第一代的深衣感测晶片 2009年 在瑞士举办的欧洲感测年会上 全世界看到了由庄博士团队 研发的深衣感测晶片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之前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 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